講到PEGIO 2008我們會想到它有幾個特色 包含它的外型設計非常的出眾 再來就是它的動力搭配相當的適合 還有它有不錯的空間機能表現 而在這次的小改款之後 我覺得它在外型方面又有更大一些不同的變化 首先這次最醒目的改變在於它的水箱護照部分 你會發現這次它採用的是 絲王、中毛、異象的一個水箱護照造型設計 那在中間這些點點呢 其實過往是採用鍍鉻材質 但這次是和車身同色 那這些鍍鉻材質被移植到了兩邊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一些橫向的一些飾條 這還沒有完喔 你可以看到中央的廠徽 這次用上PEGIO新世代盾牌造型的廠徽 而這是PEGIO第二台導入台灣使用新廠徽的車款 而在上方你可以看到2008字樣 這次該採用這個黑色消光的一個搭配 看起來比較有這種神秘感比較有個性 這次大燈的燈組造型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改變喔 你可以看到它這次LED燈呢 是三個區塊的一個設定 那包含在下部分這個地方 有一些鍍鉻飾條橫向的點綴喔 那我覺得這次更大的不同在於它的日行燈的配置喔 這次從原本的一槓呢 變成了三條的絲爪造型的日行燈 看起來是非常的醒目 那也因為做出這樣的造型的改變 所以包含它的整個錢包感的造型 都有一併做出了變化喔 接著我們看到車側部分喔 其實小改款2008在車側部分 並沒有太顯著的一些變化 它的車身長度呢 一樣是4米3左右的一個規格 其實在車身的尺碼上來講算是蠻精巧的 也因為車身尺碼不大 所以這樣的一個身形 也特別受到歐洲市場的歡迎喔 那我們在細節部分可以發現 其實在這台車的上半部都採用黑化的設定 包含後照鏡還有它的車頂都是黑化的處理 甚至就連這個車頂架都是黑化的搭配 所以看起來是更加具有個性的感覺喔 為了對應2008這樣的一個跨界的身形 所以它也有一些防掛的材質在下部分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試駕車呢 是GT Pack 所以它搭載的是18吋的鋁圈 那如果是GT等級的車型的話呢 它是搭載17吋的一個鋁圈造型 但我覺得這次的輪圈造型也是相當的細緻喔 有一些雙色的搭配 甚至在中心蓋這個地方呢 螺絲孔的地方都有做一些覆蓋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的細節也是蠻到位的 這次C主也保留之前相當特別的一個設計喔 就是有一些橫向的飾條 算是一個小彩蛋 除了大燈組的改變之外呢 這次在尾燈組它也做出了一些變化 那它的LED燈條原本從直列式的一個設計 這次改為橫向的一個設計 其實和408的造型是比較接近的 那另外一點在車尾部分 它還有一個比較顯著的改變 就是它這次加了一個橫向的一個飾條 整合包含這個導車顯影的功能 那順帶一提就是在GT-PAC的車型上面呢 它也具備了360度環境影像輔助的功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行影像的表現部分 首先可以透過電磁閥來開啟後尾門 但是呢它是手動開啟的喔 打開之後呢它一般的狀況之下 有405公升的空間容積表現 那如果你把第二排整個倒下之後呢 可以創造出1467公升的空間容積表現 其實還算是蠻夠用的 而且它在兩側有一些置物的隔板 甚至在下方這個地方其實它有一塊底板 可以做出一個平整化的一個效果 讓你的整個行影像和中間這個坎呢 不會有太大的一個落差 在放置行李的時候其實會更加的順手 我們現在看到2008的後排空間喔 首先前方是我正常的座姿 目前的膝部空間大概還有一個拳頭左右的距離喔 因為它的前排座椅後面有挖出了一個造型 可以閃過我的膝蓋 所以它還創造出一個相對比較大的空間 但是呢在腿部以下這個腳部的地方 能夠往前探的一個空間大概就已經到底了 所以以我這樣的身形來講 只能說是剛好而已 那尤其左右兩側它的一個寬度來講 是稍微再局限一點點 但好在我覺得至少在頭部的這個地方呢 並不會讓我覺得有太大的壓迫感 所以呢在後排的表現部分 我覺得如果是短途行駛的話 我覺得不會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覺 但如果是長途行駛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缺乏一點伸展的一個空間 那我覺得這後排空間 你要去載運一些小朋友啊 其實我覺得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如果可以增設一個後排冷氣出風口的話 我覺得對於台灣氣候環境來講是更加友善的 小壓款2008在內裝上比較大的改變 在於它的中央螢幕呢 從原本的7吋再次進步到變成10吋 這樣的一個規格 而且它在裡面的一些介面呢 也採用全新的一些設計喔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組螢幕裡面呢 可以很多 它有很多自訂的一些選項 包含我可以去設定 我自己想要的一些快捷功能 在這組螢幕裡面 可以去快速的去選擇它 同時它也具備包含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的一些無線的使用功能 讓你的手機App 可以在這組螢幕上面去做使用 那剛剛有提到 在GT-PAC車型上面 它有360度的環境影像輔助功能 所以可以透過這組螢幕 來獲得這個車外的一些資訊 另外一點 在2008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保留了原本 就有了這個裸式3D的一個儀表板的功能 這次也保留在小改款之後 但同時它也針對裡面的一些介面 做出一些調整 你可以透過方向盤上面一些快撥鍵 去設定這組螢幕裡面的一些顯示狀態 讓它看起來是更加直覺 同時它的立體感的效果也是更好的 那在小改款之後呢 它多出了三組的觸控按鍵 在最左邊這個地方呢 是ADA系統的操控按鍵 那中央呢 這是HOME鍵 在右手邊這個地方 是冷氣空調的一個操縱的介面 那當然最左邊跟最右邊 是原本卻有的加熱座椅的操縱介面 那在中央這一排呢 一樣保留這個非常漂亮 類似像鋼琴琴的按鍵 它也是被保留下來 再往下看你可以發現 這邊有一個隱藏的儲物格 裡面呢其實是 手機無線充電的一個裝置 可以把它手機放在裡面充電 那你在充電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把它蓋起來 那萬一你發生一些意外的狀況之下 手機比較不會噴溅打到車上的乘客 那再來就是它的線控排檔座呢 這次也一樣採用這個非常短節的造型座位呈現 後方呢電子式的手煞車 還有這個三組的模式切換功能 至於在駕駛介面方面呢 2008仍然維持這種非常小盤勁的方向盤 那在下方這個中央 它是採用這個非真原式的設計 有點切平的感覺 有一個GT的字樣在這邊 那它的換檔撥平呢 並沒有跟方向盤本身的本體去進行連動 它是安置在方向基柱上面的喔 那在這個座椅方面呢 因為我們今天試駕的是GT Pack的車型 所以它是擠皮跟皮質的座椅去混織的喔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縫線 讓它看起來更加動感 很有這種個性化的感覺 如果是入門的GT呢 它是織布再加上皮質的材質 但因為是這個GT Pack的車型 所以在駕駛座這邊有電動按摩椅 跟電動調整的功能可以去使用它 好我們現在試駕的是小改款之後的2008喔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台車的動力數據喔 它搭載的是1.2升的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130PL 最大扭力23.4公斤米的扭力輸出 搭配的變速像是8速的手自排變速系統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方向盤的後方呢 有換檔撥片可以去使用它 再來就是它的設定上來講 其實偏向節能取向 平均油耗大概是每公升可以跑17公里喔 所以在油耗表現來講 也算是蠻漂亮的一個呈現 那有些人會想說 哇這樣1.2升的動力 在這樣的一個山路爬坡上的行駛 會不會不太夠用 其實現在正好 我們就在行經一段的山路了 其實有這樣的一個渦輪增壓的一個動力呢 渦輪這樣的技術 在山路的行駛過程當中 低速的反應我覺得都是相當不錯的 其實你很輕鬆很快的 就會把這個車速呢 可以呆到5、60公里 就是一個常用的一個速域這樣來講 所以你不會在山路上呢 變成一個烏龜車啊 以這樣一個渦輪技術呢 帶給你是蠻輕快的一個加速反應 那尤其我覺得2008它的車身尺碼呢 還算是蠻精巧的 路線上來講是更加豐富的 而且轉向起來的反應也都是相當輕鬆的 好我們現在經過一段直線喔 其實這個時候覺得 這樣的一個動力還算是蠻夠用 但是呢當你如果想要獲得更大的一個動力輸出呢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它的模式的切換 因為它有三種模式 包含它有Pico模式 然後有普通 其實我目前使用的就是普通模式 那你需要有更大的動力呢 你可以去使用它的 好運動模式 好我們現在換到運動模式喔 可以馬上就感覺到它的油門踩踏的一個反應呢 相較於普通模式是更加不同 變得更加的輕快喔 而且在換檔的反應呢 也會允許你把轉速拉得更高一點 那這樣一個效果 當你在山路爬坡的時候 你會覺得動力變得更加的充足 甚至呢還帶來這種 有一點那種小小的性能味的感覺喔 這很難想像 過去的這種小排氣量渦輪增壓引擎 透過這樣的一個技術 還有很不錯的一個變速箱的搭配 可以帶來這樣的一個操駕反應喔 所以你會覺得說 其實歐洲車呢 它在做節能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並不會一昧的去把這個動力呢 削減掉 它還是願意帶給你這種更好的一個動力輸出反應 讓你去享受開車的一個感覺喔 那在這樣的懸吊系統搭配之下 你會覺得其實 2008它的轉向的過程來講 都算是蠻輕鬆蠻輕快的喔 車頭的指向性相當不錯 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帶給你這種 小小的操駕樂趣喔 甚至你會願意用 稍微快一點點的速度來進彎 都是相當好玩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現在來感受一下喔 其實這提速還蠻順暢的耶 並不會很暴力的感覺 然後側景還是有 但是你並不會覺得可怕 好這邊減速 好進彎 其實過彎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敢踩油門了喔 其實它的動力搭配是蠻剛好的 你會覺得這些動力呢 都在你的掌控之下 並不會讓你有這種很可怕的感覺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2008它的駕駛介面的一個設定 也都是有下一些功夫的 包含它的整個方向盤的盤徑呢 是比較偏小一點 尤其它上下都是採用這種非真圓的一個設定 所以你在抓握這組方向盤的時候 也會覺得其實還蠻方便救手的 換檔撥片呢是安置在方向基柱上面喔 其實這有點像是超跑的一個設定喔 避免你在彎道的過程當中去進行進退檔的一個動作 再來就是這兩張的雙前座椅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搭配 我覺得是蠻有個性化的感受 甚至它也有這個比較基礎的按摩功能 所以你在長途行駛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功能呢 去得到背部啊 腰部的一個舒緩 而且它是有電動腰靠的一個輔助 可以更容易調整出適合你自己的坐姿 那再來談到主背動安全部分呢 就是Pujure的2008呢 在主背動安全部分都還算是蠻齊全的 在背動安全部分它有6G的輔助氣囊 在主動安全部分它有搭載ADAS系統 包含有ACC的跟車功能 而且它是跟車道停有Stop & Go的一些功能 它也有這個車道微車輔助 而且是車道置中的一個功能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GT-PAC車型 所以它是比較高階的版本 在這樣的一個車型上面 它有具備包含這個盲點偵測的一個輔助 這是在GT車型上面沒有的一個搭配 那它也具備了包含300G速度環境影響輔助功能 所以整體來看GT-PAC它在主背動安全輔助配備上來講 其實是更加齊全的一個狀態 好整體來說小改款的2008 雖然是小改款 但是我覺得它的改變幅度算是蠻大的 包含在外觀上的一些變革 或者是在內裝上 比如說螢幕上的一些升級 都是相當有感的 而且它原本就不錯的一些空間機能表現 再加上動力上的搭配 你會覺得其實選擇2008看起來 算像是一個比較感性的選擇 但是你實際在使用這台車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其實它的物質取向又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所以呢選擇2008呢 可以說是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拜拜 拜拜